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选择构成了人生 作者托尔斯泰 我们一起来听 俩兄弟一起出去玩 中午的时候 他们躺在一片树林里小睡了一会儿 醒过来时 他们才发现身边有一块石头 石头上写有字 他们就去分辨写的是什么内容 发现这块石头的人 他们读道 请在太阳升起时 向森林里直走 在森林里他会发现一条河 游到河的对岸 他会发现一只母熊和几只小熊 他把那些小熊从母熊身边抱走 抱着他们向山顶上跑 不要回头看 到山顶上 他会看到一个房子 在那座房子里 他会找到幸福和快乐 读完石头上的字 弟弟说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可以游过河去 把小熊们抱走 把他们抱到山顶的那所房子里去 我们一起在那里享受幸福和快乐 哥哥说 我才不会到森林里去找小熊呢 我劝你也不要去 第一 没有人知道这石头上写的是不是真的 说不定是有人写着玩的 甚至有可能我们把其中的字认错了 第二 就算这是真的 我们到森林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们就找不到那条河 就会迷路 就算我们真的找了那条河 可能河面很宽 水流湍急 根本游不过去 第三 就算我们游过去了 也很难从母熊身边把小熊抱走 母熊会抓住我们 在我们找到幸福和快乐之前 就把我们撕成碎片了 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第四 即使我们能抱走小熊 我们也无法一口气抱着他们跑到山顶上 最重要的一点是 石头上并没有写我们在山顶上的那所房子里 能找到怎样的幸福和快乐呀 弟弟没有听从哥哥的建议 他说 与我看 你的想法是错的 人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在石头上写这些字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认错 这些字 我有几个去尝试的理由 第一 去尝试一下对我们没有什么害处 第二 如果我们不去尝试 后来的人读到这些字 去尝试了 我们就失去了本来属于我们的机会 第三 如果不经过一番努力 我们就无法完成任何一件事 第四 我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胆小的人 哥哥说 燕语说得好 刻意去追求大快乐的人 可能会连小快乐都得不到 一鸟在手 胜过两鸟再临 弟弟说 我听说 害怕树叶的人不敢进入森林 在石头底下没有水流过 弟弟向森林进发了 哥哥没有跟他一起去 进入森林不久 弟弟看见了那条河 他就游过去 在河的对岸 他看到了熟睡的母熊和他身边的两只小熊 他抱起两只小熊就头也不回的往山顶上跑 当他到山顶上那所房子的前面时 里面就有人迎出来 让他上了一辆马车 马车很快就到了一座城里 人们让他当那里的国王 他在那里统治了五年时间 到第六年 有一个更强大的人发动叛乱 他下台了 被赶了出来 被赶出来的弟弟变成了一个流浪者 有一天 他来到了哥哥的房子前 哥哥住在一个村庄里 不穷也不富 俩兄弟见了面都很高兴 他们开始说起 在树林里的那块石头边分手后的遭遇 哥哥说 你看到了吧 我说的没错 我在这里过着平稳而安宁的生活 而你呢 你虽然当过国王 但你也遭受过太多的苦难 弟弟回答 我不后悔进入森林和爬上山顶 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但我有值得回忆的东西 而你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 我随着时间变老 只求安逸平安就好 失去多少又得到多少 安慰自己不要计较 未经计较 不仅 Storm 未经计较